欢迎收看周知news 今天是6月26号 好长时间没有说这个病毒的新闻了 今天出来一条很劲爆的国内新闻 新华社的 说西班牙去年3月份在废水当中 就检测出了新冠病毒 这个新闻确实识破天惊 但是它来源还是应该是挺权威的 西班牙巴塞罗纳大学26号发表一个公告 说这个学校一个研究小组 在去年3月份采集的巴塞罗纳的废水样本中 检测出新冠病毒 当然也可能是环境系或者生物医学系 它对很多东西采样标本 然后保存着 包括废水肺液 可能还有一些医院病人的一些什么 什么检测因子什么的 然后巴塞罗纳大学肠道病毒小组的研究人员 对当地废水做了检测 发现去年3月12号 有一个废水样本当中 有新冠病毒的踪迹 此前呢 他们在今年1月15号的废水样本中 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存在 那西班牙呢 第一个确诊是到2月25号才报告的 这个领导这个小组的是生物学家叫博石 他说研究小组检测了2018年和2019年的所有废水样本 目前只有2019年3月12号的样本 这个聚合酶炼氏反应PCR呈阳性 且病毒水平非常低 PCR聚合酶呢 这个东西就是先把那个样本中间的DNA进行复制 然后让它足够多了以后再检测 然后这样检测出来呢 病毒还非常低呢 说明样本里面确实是比较低 其他所有样本呢都呈阴性 他说巴塞罗那旅游业发达 游客众多 这一结果表明世界其他地区可能也有类似情况 可能很多病例因为误诊 被误诊成流感 然后首先我看到这个新闻呢 我就是觉得它是不是一个误测 因为对于这种新冠病毒的检测 目前并不一定是特别准的 所有2018、19、20年的废学样本 只有2019年3月12号 这个一天的样本是阳性 而且水平非常低 第二个呢 就是它这个病毒啊 是不是一种就是说跟新冠病毒类似的 但是完全不同的 也可以引起目前检测试剂的反应 这是第二个可能 第三个呢 就是确实西班牙去年3月份已经有了新冠病毒 因为在废水里你能检测的出来 那么这个废水呢 也可能是某一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不是说全国随便什么地方弄一点废水 都可以有的 也可能是在某个地区 特定的地区 国际游客比较多的地区 如果是在废水里都能检测出来 那大家知道它在人群当中浓度已经是相当高了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如果西班牙去年3月份就确实是有新冠病毒 那武汉说不定真的是因为军运会的召开 全世界9000多人齐聚武汉造成这个病毒也扩散到武汉 但是呢所有这些病毒国外起源的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为什么在国外起源 国外没有像现在这样泛滥这个病毒在欧美还是非常容易传染的 现在美国一天多少增加3万多例 现在我看他们有美国人啊 现在彻底改变了习惯了 原来3月份4月份整个不戴口罩 不以为然 现在所有人都戴 在马路上也全都戴 反而是我在马路上可能还不戴 甚至他们在开车的时候都戴着口罩 这个习惯已经完全改变了 那为什么这么容易在欧美流行的病毒在欧美出现那么早啊 包括之前有法国运动员说去年11月份 有的有的说去年有七八月份 九月份就有部分地区有新冠 那一直到今年的一月份二月份 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 我认为这里面呢 可能是这样 就这个病毒啊 在世界范围内原来存在 但是呢 它没有进化完 它不会去感染人 它只是一种很普通的就像蝙蝠身上带着那种病毒 结果呢 当然可能中国也有 但是如果是因为开军运会的话 那可能是外边人把它带到武汉 在武汉呢 这个病毒发现还是中国这个地方特别容易生存 在武汉发生了一个进化 或者是最后两个月的进化 或者是在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最后的进化 然后开始人传人 从华南海鲜市场啊 传到其他地方 因为现在的对病毒的检测啊 我觉得 呃 检测试剂的有效率吧 一直在30% 50% 高的也就70% 80% 可能病毒上面的某一些比如罐状凸起会引起这个测试检测试剂的反应 那么如果一个没有进化完的病毒跟这病毒特别像 是不是也会被检测出来 呃 然后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我觉得还是很可疑 可能特别容易在这种生鲜市场得到进化 因为这次在北京爆发的二次爆发的源头也是新发地农贸市场 一开始在三维域案板上发现我认为肯定不是编造的啊 只不过是说因为三维域上发现了就扯到是挪威的 这个有点扯 但是他在三维域案板上发现啊 这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偶然的现象 呃 因为这病毒呃 人们检测过说在冷库里可以保存20年 然后又说在国外什么肉连厂啊 什么冻猪肉仓库啊 有那个聚集性爆发 大概率跟这个农贸市场啊 冷库啊 跟这个海鲜 因为他用很多冰块嘛 可能有点关系 目前呢 北京官方统计是 现在是259个病例 丰台也就是那个新发地所在的区 它占了一半 现在 北京进行了流行病学的调查 绝大多数确诊病例都有新发地出入室 都能跟新发地扯上关系 有一半的患者是在新发地或者周边的餐馆工作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确诊患者 进出过新发地 然后呢 这个病毒传染性很强 有的海淀疾控中心发现在公共厕所都可能传染上 说在6月12号有一对夫妇女方那天呢 去什么永定路70号的一个公共卫生间上了厕所 刚好那栋楼之前出现过确诊病例 环境中也发现了核酸检测也是呈阳性 是在厕所或者的大楼里待过都有可能感染上 那就是这个病毒呢 我觉得很早就存在于人世间 甚至我觉得SARS自从2003年消失以后 它就一直没有真正的消失 它只是变异了 自己不再适合传染人 一直存在人世间 然后慢慢慢慢的进化 结果全球范围内的进化 可能到了2019年 当然我不知道是国外进化的还是在武汉进化的 反正突然变得容易人传人了 好最后再声明一下 这个病毒起源于哪 这些是一个科学问题 这里没有什么立场不立场的 反正这是一条挺惊爆的消息 西班牙去年3月份废水扬门检测出病毒 之前呢还有说日本7年7、8月份的流感检测出来的 法国11月份的流感检测出来的 有几个国家的运动员在武汉期间 有严重的流感 那种症状非常难受 有点类似于新冠 但是目前他们身上有没有检测出来 我们也得到确切的消息 好这条新闻呢就播到这儿 期待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 当然中国现在很不配合 所以这个要要在武汉当地进行深入的调查 目前还很难 好那就这样我们下个新闻 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PayPal或微信打赏 左边是PayPal的转账邮箱和转账快速链接 PayPal在中国可以注册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如果不成功可以加编辑的微信号 同时发表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度视 会有一些生活旅游类vlog和一些对节目内容的补充 以及不定期对留言的回复 另外还有哲哲侃微信群和电报群的入群方式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